火氣很大 北市府稽查迪化街年貨攤商 來到這家內衣庫攤位 發現產品標籤不一致 溝通過程爆發口角 越說越生氣 疑似稽查人員上門時 沒先表明身份 引起業者不滿 最後碰一鼻子灰 再轉移到另一家乾貨攤查看 這回稽查包括環境衛生 食材儲存 基改標示等 要替消費者把關 不過迪化街年貨大街開跑 首日受到寒流衝擊 天氣濕冷 採購民眾比較晚出籠 往年老主顧一大早就來了 真的他們已經是固定老主顧 他們都會一大早就來買我們的東西 像早上只有一個上門 天氣冷的關係 其實人你就看到 其實人非常的少 幾乎沒什麼人 今年暖冬影響下 烏魚子減產 價格貴兩到三成 本產香菇產量也少 平均美金漲幅三成 還有進口干貝也寒漲 去年因為日本風災多 產量少了將近一半 現在大部分消費者 大部分都是小家庭 所以上次都是買量比較少的 對 那樣式比較多 比較多元化這樣子 就怕買技受影響 業者出奇招 迪化街店家與陸港天后宮合作 買年貨還能點光明燈 不用拿下陸港 辦年貨 順道點燈 求平安 記者董佑俊 邵玉米 SNG小組 台北報導